有声书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作者 约翰 格雷 第一章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请想象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景象 久远以前的某一天 火星人从天文望远镜中发现金星人 仅止一瞥 就觉得与金星人素未相识 但他们互相仰慕 火星人受邀坐了一趟太空之旅 飞向金星 金星人展开双臂迎接火星人 他们直觉这天终将来到 心里充满了过去未曾有过的爱的感觉 金星人和火星人的爱情真不可思议 他们喜欢一起作伴 一起做事 一起分享 因为来自不同世界 他们实现了彼此的不同 不过他们花好几个月彼此学习 研究并感激他们各自有不同世界的需要 嗜好及行为模式 他们亲爱和谐地一起生活多年 接着 他们决定飞向地球 刚开始住地球时 每件事都美好可爱 可是有天早上 每个人一醒来都得了独特的健忘症 选择健忘 火星人和金星人都忘了他们是从不同的星球来 本来就有差异 这天早上 他们过去互相学习的每一件不同的事情都从记忆里消失了 从这天开始 男人和女人便陷入了冲突 记住我们的不同男人和女人因没有警觉彼此应该有所不同 因此纷争不断 由于忘记彼此不同的重要事实 我们常对异性生气或失望 我们期待异性和我们相像 希望他们要我们所要的 即以我们的方式去感受 我们误以为如果配偶爱我们 他们必会以确定的方式反应和表达 如同当我们爱某些人时的反应与表达方式一般 这种想法使我们不断地失望 也阻碍我们花时间温柔地沟通彼此的不同 我们误以为如果配偶爱我们 他们必会以确定的方式反应和表现 如同当我们爱某些人时的反应与表达方式一般 男人错误地期待 女人要以男人的方式思考 沟通 反应 女人也错误地期待 男人要以女人的方式去感觉 沟通 反应 我们都忘了男人和女人应该是不同的 结果我们的关系充满了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 清楚认识和尊重这种差异 与异性相处时 可大大地减少许多迷惑 你只要记得男人是从火星来 女人是从金星来的 每件事就可得到解释了 盖观我们的不同 我将会在整本书中大量讨论男女的不同 每一章都有新的重要观念 以下我们要探讨的是男女的主要不同之处 第二章 我们将探讨男人和女人的天生价值是如何的不同 并尝试了解我们与异性相处时常犯的两大错误 男人错误地提供解答和无价值的感觉 女人错误地提供没有吸引力的忠告和指示 藉由了解火星和金星的背景 就可以清楚明了 为何男人和女人会不知不觉地犯下这个错误 只要记住彼此的不同 我们就能修正错误 马上以更多样化的方式回应对方 第三章 我们将发掘男女处理压力的不同方式 火星人倾向于解决和安静思考什么事使他们困扰 金星人本能地感到需要谈论什么事让他们困扰 你会学到在解决冲突时所需要的新策略 我们将在第四章探讨如何鼓舞异性 男人在感觉自己有需要时容易受到激发 女人则在感觉受真爱时才会被激发 我们将讨论促进两性关系的三个步骤 并探讨如何征服我们的大挑战 男人需要克服他们的另于给予爱 女人需要克服他们的另于接受爱 第五章 你将学习到男女因使用不同语言而老是误解对方 金星 火星与法词典能够翻译一般的误解用词 你将学到男人和女人如何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说话 即停止说话 女人将学到当男人停止说话时该怎么办 男人将学到为了不致失望 该如何成为更好的倾听者 第六章 你会发现男人和女人对亲热有何不同要求 男人亲密后必然需要抽离 女人会学到如何支持这个抽离的过程 以使她像橡皮筋一样弹跳回来 女人也会学到与男人亲密谈话的最好时机 第七章 我们探讨女人的爱情态度是如何的有周期性起伏 男人将学习如何正确判断女人偶尔的情感变化 即认识女人何时最需要关心 如何在女人情感起伏时有技巧地 不放弃地支持她们 第八章 你会发现男人和女人如何给予他们自己需要的爱 而不是异性需要的爱 男人基本上需要信任 接受 感激的爱 女人基本上需要体贴 了解 尊重的爱 你会发现六种常不知不觉间用来躲避配偶的方法 第九章 我们将探讨如何避免痛苦的争论 男人会学到若他们老以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会使女人的感觉变得毫无价值 女人会学到他们如何不知不觉地传送失望的讯息 来代替她的不同意 因而引发男人的防卫 我们将探讨争论的解析集 许多建立支持沟通的实用建议 第十章列出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计分法 男人将学知 对金星人而言 每件爱情礼物 不管大小如何 都和其他礼物一样得到同样的分数 男人则注重爱情的小小表现 而非大礼物 此章列出了女人计分的101种方式 但女人必须学习将她们的精力放在 给予男人想要的东西上 以博得男人的高分评价 第十一章 你将学习在困难时刻如何彼此沟通 我们会讨论男人与女人 隐藏感觉的不同方式及分享感觉的重要 并推荐向配偶书写表达消极感觉的情书技巧 作为发现更美好的爱情与谅解的方法 在第十二章 你会发现金星人为何难以开口请求支持 以及火星人为何抗拒请求 你会学到男人以什么来取代说你可不可以 以及学习鼓励男人付出更多的秘密 你也会发现多种简短 直接的力量及如何使用正确的字眼 你会在第十三章发现爱情的四季变化 这个爱情变化与成长的现实观察 将帮助你克服浮现在任何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障碍 你会学到你的过去或配偶的过去 足以影响你们目前的关系 你也会发现保持爱情活力的其他重要洞察力 在本书的每一章中 你都可以发现增进爱情与维持关系的新秘诀 每个新发现都可增加你创造满意关系的能力 好的心意仍嫌不够恋爱总是奇异的 它让人感到永恒 好像爱情至死不渝 我们天真的相信自己 可以避免父母亲会有的问题 不会遇上爱情死亡的机会 确信 爱情就是两人在一起 注定永远快乐的共同生活 但当日子一天大过去 奇异的感觉减少 男人期待女人 以男人的方式思想和行动 女人期待男人 以女人的方式感觉和表现的态度 就原形毕露了 若没有清楚了解我们的不同 我们就不会花时间彼此了解和尊重 反而会变得不断要求 愤恨 冲动 主观和固执己见 爱情在强烈的爱的意图下继续死亡 问题莫名其妙地爬升 愤恨形成 沟通破裂 不信任增加 导致二人间的拒绝与压制 其异的爱情消失了 我们自问 爱情的死亡是怎么发生的 为何爱情的死亡会发生 为什么让我遇上爱情的死亡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的伟大的心灵 必须培养灿烂 复合的哲学与心理学行事 但爱情死亡 只不过是就去重唱 几乎每个人都会碰上 每一天 有成千上万的人 在寻找配偶 共力特别的爱情感觉 每一年 有成千上万的夫妻 以爱结合 然后因失去爱情感觉 而痛苦分离 那些能够维持 长久爱情到结婚的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另外百分之五十 虽仍维持在一起 但可能他们都不满意 他们缺乏忠贞 与义务的在一起 或者害怕一结婚 就走入爱情的坟墓 很少人能够真正 随着爱情成长 但不容否认 确实有人能够做到 只有当男人和女人 能够尊重和接受彼此的不同 爱情才有机会反射 只有男人和女人 能够尊重和接受他们的不同 爱情才有机会反射 经由了解两性之间 潜藏的不同 我们可以更成功地给予 与接受暗藏于心中的爱情 认知和接受我们的不同 可以创造解决问题的答案 而使我们能心想事成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知悉如何彼此亲爱 与支持我们在乎的人 爱情是奇妙的 如果我们记住彼此的不同 爱情必可长久